一拜 工程順利 彰化縣長王惠美手持清香 與立法委員陳素月等人 向天祈求工程順利 隱形金產 隨後手持金產進行動土儀式 宣告大埔結水溝 提案道路拓寬工程開工了 王惠美表示 這項工程難度可說是彰化史上 最困難的道路興建工程 高架需跨過國道 挖地穿越台鐵軌道 用飛天鑽地來形容都不為過 道路工程長4.5公里 歷經6次流標 總經費從4年前的26億元新台幣 最後以決標34億元新台幣 完成招標作業 正式動工 這項工程也有兩座新建橋樑 六座改建橋樑 道路串連到陽子措西 銜接台17線 台61線 讓民眾進出工業區 彰化市更加方便 期待未來在通車後 也可以疏解交流道的擁塞情形 新廣場兩台電視 葉錫紅 臺灣彰化採訪報導